真耶稣教会赞美诗第438首 颂主创造美好 我们首先来看这首诗歌它的曲式 这首诗歌我们看到它第一行跟第二行的旋律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称前面两行为A部分 那看到最后一行也就是它的副歌部分跟前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就说这一部分是B的部分 所以这首诗歌它只有两个部分A以及B 我们就称它为AB曲式或者是二段式的曲式 那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上面这里左上角 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它的拍号 这首诗歌它是四四拍的 就知道说它一个小节里面有四拍 然后我们之前也说过 我们看诗歌的时候呢 也可以注意一下它的速度的快慢 那通常速度的快慢它会写在诗歌本的右上角 像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数字是一三二 一三二就代表说这首诗歌它所要唱的速度 通常如果这个数字越大 表示它唱得越快 我们接下来来复习一下音程 我们知道音程代表着是两个音之间的距离 在我们红色的圈圈圈起来这里呢是咪到拉 这个是完全五度 为什么我说是完全五度呢 因为五度还有另外两种的音程 分别是增五度 还有减五度 但是这首诗歌它用的是完全五度的音程 完全五度呢 如果我们用耳朵来听听看的话 会觉得它其实跟另外两个增五度 还有减五度 比起来是不是听起来就比较和谐呢 我们再听一下 然后可以告诉我说你听到的是完全的五度 还是增五度 还是减五度呢 我们来听一下 好 这个就是完全五度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增五度 好 最后一个 这个是减五度 所以有时候可以训练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些音程 因为当耳朵训练好的时候 我们唱出来的音也会比较准 那就记得在这首诗歌它用的是完全五度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键盘呢 它是C到G 也就是Do到So 这个也是完全五度 完全的五度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个另外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曲子 它也是用完全的五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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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耶稣教会赞美诗第438首 颂主创造美好 诗篇107篇第8节 但愿人因主神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都称赞他 这首诗歌节奏旋律都很单纯 和声也是简洁 若能谦卑从心里唱出来颂赞神 一定会感受到诗歌当中的稳重 也会感受到诗歌中的纯净 如神所赐给我们的恩惠般 不带任何的忧虑 也如神赐给我们的美好万物 一朵白云 一根小草 都在诉说神的荣耀 美好的音乐能够帮助我们送赞神 若能常常口唱心和的用我们的歌声来送赞神 会使我们的心里得到力量 不忘记神的救恩 努力地将生活中的每一分秒都奉献给神 我们下期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